Hello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呀 如果用一个词来锐评我最近的精神世界丰富程度 那我只能用一个字爽来形容 不仅仅是春节当电影每一部的质量都相当不错 令人回味无穷 电视剧的质量呢更像火箭上天一样 一整个疯狂飙升 截止到1月就已经有了三部八分大作 谁懂这个评分数 实时一下就把23年剧圈格局拉到顶了呀 那今天我们就来详细盘一盘这三部不同题材 但同样精彩的电视剧吧 首先是改编自中国科幻小说顶流的三体 张如一与和伟王子文联手在线地球往事 绘制了三体宇宙一切刚刚开始的地方 这部作品的原著小说有多牛 想必我们不必再赘述 但在改编成视觉作品的过程中 就可以称得上是凯克 完全不像隔壁流浪地球系列的辉煌 先是前不久的动画版 没有高开只有低走 现在多半评分已经降到了4.1了 观众们可以说是有多期待就有多失望 评论里的语言大师们 更是犀利点评 金举评出 而在此之前 坊间传闻三体的电影版早就已经拍好了 卡斯看上去也都还可以 除了 但因为质量实在是堪忧 直接被销售逆极 查误此片不许上映 好在我们终于等到了三体的电视剧 这部总算是受到了大家好评的改编 三体剧版改编之所以能够成功 我认为最大的原因 其实不是制作团队做了什么 可是他们没有做什么 制作团队没有想过 我们要踩在巨人的肩膀上摘星来月 而是老老实实的在这块好地皮上 稳扎稳打 建起一幢高楼 观众也能看出 演员们是想要具象化整个三体世界 而非野心十足的展露个人的光芒 而这个开年最精彩的地方在于 当你以为三体已经毫无疑问 是最耀眼的一颗心 甚至早以为那句 消灭古偶暴政大爆 属于三体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然而谁能想到 去年的鹅桃糊扯头花 大概发生在暑假党的古偶战场 最多也是在年头鹅的开端播完后 火速才出了人世间和烈嘴图键压制之 今年则是二三年刚刚开始就已经杠上了 狂飙一月十四日播出 直接对打三体 钟声对钟声张义对阵于和韦 张宋文对阵张如意 犯罪对各患 扫黑除恶对人类存亡 哦吼 怎么不算一场命中注定的战斗呢 当然结局我们已经知道了 不是三体不好 而是狂飙太狂 距如其人一路狂飙 成为今年首部杜败评分破酒的国产剧 爱奇艺战内热度第一 超过了去年的破万爆款 不只是网播的数据好 收视率破3% 更是证明起国民度和路人盘的客观 虽然说这个大结局 因为一些不可抗力 被不少观众吐槽 多少有些骨头受尾 狂飙平分也变成了8.8 遗憾离开九分俱乐部 也有不少细心的网友发现 这部剧的主演张义 不仅在聚播期间 只发了一条宣传 意思一下 更是在聚播后 立刻把那仅有一条给删了 于此后 他微博里还留着自己非主演的满江红宣传 刚刚定档了无价之宝 甚至给中国乒乓都摇起呐喊 该怎么说 你这副云淡风轻 瞧不起年度大暴剧的样子 真是该死的迷人啊 抛开这些不谈 从狂飙的质量本身来讲 也属实机娘 真正做到了全年龄层通杀 中老年人一看到扫黑除恶 加张艺 哦吼支持 张宋文饰演的高启强 历经发家前中后三个阶段 每个阶段的诠释 都让人觉得他把高启强给掩护了 甚至微博上还有建议查查张宋文这个热搜 狂飙的一路狂飙 虽然让观众始料未及 但也是颇为喜闻乐见 毕竟这种全民追剧的盛况不是常见的 但我相信肯定有人也不是那么的开心 比如 被狂飙把大盘气干气的直接零宣传 零推广紧急上线了足足十级君子盟的鹅呀 聚集之两个我们先暂且不提 得知这个消息后最激动的人 其实也并不是两位演员 宋伟龙和景博然的粉丝 而是期待着浩一行 左肩由你 风火流金等单感剧的观众朋友们 如果单感剧真的开放体感 今年的电视剧市场又肯定会不平静了 当然到最后还要提一提 刘亦菲李宪主演的去有风的地方 现在的动漫评分左右8.4分 这部电视剧的声量 看上去好像是没有去年的梦华录那么大 但是海内外观众的口碑都相当好 女主雪红豆逃离城市 来到一个风光优美的地方 过起了隐居田园生活 邂逅一众有趣的人收获爱情的故事 某种意义上正好迎合了 现代快节奏生活下年轻人的一种向往 所以即使没有什么特别刺激的剧情点和drama 这部剧反而起到了纯粹的治愈作用 当然也有朋友表示 这部剧成绩这么好的主要原因还是 神仙姐姐的脸 不然这平平无奇的剧情 再换个平平无奇的演员 谁还会给芒果成功员啊 好了 这里是游玩娱乐社 我是四点 我们下期再见